这样油炸的小河虾连皮都能吃,又香又酥脆 先把小河虾清洗干净 加入葱姜、食盐、胡椒粉,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在碗里加一大勺面粉,一大勺淀粉 把它们混合均匀 腌好的小河虾,把里面的葱姜搅出来 打入一个鸡蛋,把鸡蛋搅散搅匀 把混合好的面粉倒入小河虾里 使每一个河虾都能薄薄地沾上一层面粉 锅里倒油 油温六成热,就是把筷子放进去,周围有密集的小泡 把小河虾飞散放入油锅里 定型之后,再用筷子轻轻地翻动 让小河虾受热均匀 等到外壳有点硬 颜色发黄先把它捞出来 锅里的油温升高 把河虾再倒入锅里复炸一次 复炸时间不用太长 2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像这样颜色金黄,控油捞出来 这样炸的小河虾特别的酥脆 上面撒上椒盐自然粉 直接拿来当六十吃 又健康 又健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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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